就不會讓大家看到 就不會在那個地方 然後第二天就分階層 年輕人會在會場 老人家在屋子裡面 婦女在社區裡面 分散在各個地方 你就看不到全部的 第三天男生在海邊 女生在山上 然後老人家在家裡等 所以你也看不到所有的人 只有最後第三天的時候 下午會把所有的部落裡面召集好 男生從海邊打獵到雨上岸之後 整個部落才會聚在一起 所以你沒有在家第一天下午那個活動之後 你就看不到全部的 不要希望什麼你講的 不是我們在玩躲貓貓 因為這個就是每個儀式進行的流程 然後分 我剛才講的男生去海邊 紀念的時間 最大進階就是女生去海邊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阿美族有一個傳說 以前有大洪水 所以洪水會退是因為 跟海神有一個約定 因為那時候海神愛上了一個 身體會發光的女生 那個女生是我們的祖先 因為我們要留住她 要不然我們會不會有後代 所以我們跟海神的長婆 一起去放過那個女孩子 我們會每年每年到海邊祭拜你 所以海神就不放過那個女孩子 所以有了女生 阿美族才這樣翻一下 所以海濟的時候 女生全身不要去海邊 就是這樣子 就是海神會抓你 然後當然部落的人會請到 因為有些公眾開始 就是真的不知道這些事情 沒有來參加海邊的孩子演唱會的 他也沒有去上網Google一下有沒有 他就會很好奇 因為就是想要去看一下海濟怎麼樣 會 部落會有看年輕的人 小男生在那個海濟進入口 他會拿水 以前是用泥巴 當你要靠近過來 他會潑水或潑泥巴給你 然後不懂的人還以為 哇 潑水劫耶 但是小男生他沒辦法支持 他只能用這個事情提示你 你不能過來 你已經太靠近了 好 這個如果你在海濟那個時候 你身上潑到水或潑到泥巴 不能會笑你的 所以 就是這個時候 你如果沾到水 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 第三天的時候 即便你不是去海機場 偷看人身高 你身上有沾到水啊 人家都覺得 你是不是去偷看什麼事情 就會被不潑 所以那天請保持乾淨 懂嗎 這樣就要了解 這是第三天 那第三天的時候 下午才會又全部的階層 又聚在一起 所以 鋪過的一個很簡單 就是現在簡單的跟大家講 然後 酒跟吃飯 這兩件事情 我給大家一點建議 就是 真的如果有人跟你喝酒 這是我們以前的酒 是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是很難製作的 所謂的很難製作是因為 沒有多餘的米的話 我就不能做酒了 所以觀念裡面上 酒是很 等於是奢侈品 有多餘的米才有辦法做酒 那現在用來就有了 但一樣的想法就是酒 變成是我們招待朋友 最最最好的方式 我們的觀念裡面 所以如果有人給你酒啊 你哪怕不能喝酒 你只要碰杯子就好 你不要吞下去 也沒關係 它代表你的預示到就好 但如果你 可以喝酒 好像免費的嘛 不喝吧 不喝一樣 這個很容易碰到 所以你會呢 小朋友會有很簡單的進酒方式 到時候你會看不到 他會這樣舉杯給你 通常是小男生 因為風雨季就是男生的日子 所以會有男生記得在場 所有的美女都有機會 而且男生是代價男兒生的 吸收美女 你可以好好選取你想要的 吃飯呢 這個就比較不容易了 吃飯是這樣子 每個Gabu 會有每個Gabu 自己的機會說 所有的Gabu 就是年齡階層的那個單位 Gabu Gabu 然後 沒有人會 因為Gabu 是每個人自己出錢 像以前是自己 有家裡有肉 有菜有柴火 有米 大家一起拿出來 一起做 那現在的方式 都是用錢 就用現金 然後給一個 叫改批的 去管理 每個階層吃飯 所以你要參加那個 每個Gabu 吃飯的時候 就是 除非有人引見你進來 要不然 其實最好就是 你可以奉獻一點點 就比較遠 有參加這個Gabu 那一開始會很深色 那阿美組算是 比較沒有排他性的 就是 只要你很友善 或是你長得夠漂亮 或者是你很強壯 可以幫忙做一些事情 基本上 部落的人都會懷疑 然後跟他們一起吃飯 好 時間到了 我講太多了嗎 完蛋了啦 歌還沒唱完 不好意思 因為這是拉鐵的訓練語 你要快一點 時間讓你有機會 知道了解這些事情 好 那這個就是 呃 你有機會 可以吃老闆的時候 就這樣子 好 不要再講了 等一下就沒有時間唱歌了 好 好 那 我們就唱 因為姚明的也要幹唱 他到下面 他這個樂手 還要到下面幹唱 實在是 你為什麼要接這麼唱 有一首歌 我是 就是 碰心有給我自己播入 的 就是